五大王字真好看 五大王给我一张吧 我也想要 给我一张吧 真好看 这是写字的地方吗 成什么样子 娘娘 臣在这里 也想替娘娘守着些 守着什么 燕阳宫那边有没有消息 陛下回宫来 也有几日了 是 陛下是大前天返京的 大郎也不跟着回来 丈夫不在 儿子也不在 他 安平伯又走了 安平伯只是被夺绝 遣返回乡 这已经是太子殿下 格外开恩了 最后 还得靠他的儿子来开恩 是 很快 最后 有 一步 也不在 这儿 有 一步 前渡已经捐送过一次 所余 万一就不多 而且 皇太子殿下 曾经命臣剥除一部分 亦抚恤阵亡将士的家属 已视朝廷宽人 上下一心执念 臣的护部 已经报之了兵部 陛下如果要动用 臣 这就去请示殿下 想办法再做更改 保持了就算了 臣遵旨 陛下可是答应了妾的 太子已经用着了 谈谈是正事 你们的手势就再还会吧 妾这边就不正经了吗 都正经 都正经 这殿下是陛下的儿子 难道老子要用什么 还要伸手向儿子讨吗 不说 再等等吧 娘娘 小人去燕安宫问了 陛下已经就请了 你吃吧 是 娘娘呢 我但凡有些心肝 现在还能吃得下去吗 太子也是好手段 忠书令死了 安平伯也不在了 这样 陛下都不来 对安平伯 太子殿下实在不算无情 陛下现在信赖他 他也正是吃手可热的时候 娘娘再跟他过意不去 又有什么好处呢 你外公的事 我也明白 不是我要跟他过不去 可因太子妃的事 我得罪了他 那之后 再也没有见过面 现在还怎么装和气 马上就是千秋令节了 娘娘请太子妃过来 续续加偿 也化解化解 不好吗 千秋令节 千秋令节 谁 拿进来 娘 娘 千秋万岁 你爹爹忘了 我也忘了 要是你哥哥在的话 怎么会这样 殿下 臣刚才为太子妃殿下 请过脉了 好 臣问过宫人 这几天吕渡下红 左胎不算王国 要紧吗 殿下 这是臣新开的房子 请殿下过目 药必须早晚按时吃着 还有 太子妃殿下心事过重 对胎儿大为不利 殿下如果有侠 请多加陪伴 多加官位 那臣这就告退了 再红下 再说 这就告退了 我们下次见 这就告退了 我 不得了 此后 不得了 人 不得了 我 不得了 我 这就告退了 这就告退了 我 陈男人 殿下 小人只是想帮 多谢姐姐 但是不需要 你怎么来了 太子妃殿下 听说殿下受了风寒 差小人过来问候 玉体谦安 身为子女 不能侍奉唐药 就只能帮她多分些劳了 这几天 我没有去太子妃那里 还请她多体谅 还有事吗 宫里来了人 说明天是贵妃的寿担 后宫设了家宴 太子妃殿下想请示殿下 该不该去参加好 你来 你来 这是吴太医给的药方 她叮嘱过 早晚一击不要缺了 是 不要让她 吃寒凉活血的东西 是 灯华宫 就不要去了 现在这个时候跟齐王妃见面 彼此多难堪 喝礼物喝让陈内人准备好 到时候给送过去 是 还有 你告诉她 陈中诚的事 在陈下面前 我会想办法 暂不追究章上书 你刚才到太子那里 他在干什么 回陛下 殿下带病在批阅公文 装慎疲惫 下一干事 再给谁看 陛下 陪你先去吧 陆英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有什么事情 在瞒着朕吗 这些日子太子处置的公务 发往各部 各部有什么说法吗 没有 顺利下行 也都顺利实施了 王子那些刺头 肯乖乖听他的话 也是多多怪事 陛下 皇上说以前 和忠书令和安平伯 都走得很近 但是臣听说 殿下监国使 曾在朝堂之上 这件东西 本宫暂留 至于交不交给陛下 结案的证据和卷宗里头 朕怎么没有看到 是朕太相信他了吗 明天让他来婚定 陛下 陛下 殿下监国 做得不够好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是我自己想染 可他们说 这里面嫁有名凡 我还是不用得好 不用得好 我先帮你染 以后 你再帮我染 都是臣一时糊涂 错把两个人 化成了逆臣 离百州的齐族 哪两人 前 御史忠诚 陆英 和齐子 陆文浦 帮你染 这样一晚上别动 这颜色就能留到冬天 退不掉的 到冬天 到冬天 到时候 孩子就生下来了 殿下 是不舒服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顾内人你帮我看看 然后再帮我抄一份 是 臣内人费心了 臣内人费心了 我的话 你告诉太子妃了吗 小人说了吧 那她怎么突然又想起来 非要进宫了 小人也不清楚 但小人没有劝住她 那你就跟着他一起去吧 殿下不是也要进宫去的吗 我是去向陛下输职 就不跟你们一起走了 是 不要带上吧 要是西方妃也到了 让着她点 不要生事 是 殿下今晚能否波容 去见太子妃殿下一面 是她让你 没有 但是小人想 她有事想告诉殿下 屋内人 我会去的 照顾好太子妃 小老虎来了 六郎 来 小老虎来了 六郎 好 来 喜欢吗 殿下怎么不到前途去 贵妃在更衣 姑内人在被膳监 我等她回来再一块儿去 姑内人 你就用这个吧 要帮你生火吗 多谢 我自己来就行 前途有事 那我就先走了 我 来 我住在家 一起聊聊天 我都不想聊天 我去天天 我去天天 你都要不想聊天 我去天天 你妈妈 你妈妈 我去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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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妈 很快就好了 我自己来就行 圣公 你怎么还在这里顾内人 你调职的文书 我已经预备好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太子妃殿下 他现在身子不好 你还真把自己 当成顾内人了 陆忠诚已经不在了 你现在不走 想报复谁 太子殿下 还是太子妃殿下 听我一句劝 这不是你能留的地方 这也不是能够留你的时候了 再出些什么事 你这身份怎么说得清楚 小人不怕 不怕你自己不要紧 也不怕拖累了别人吗 文书明天我让人送到豹本宫去 你做好准备 姑内人 哦 不 陆姑娘 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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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édium 我想要快點 要快點 快點 多寶寶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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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就是殿下原来的 我摘的是你的位置 我的父亲害了你的 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你该有多难过 对不起 姑娘 今日 我向你谢罪 也但张少叔向你谢罪了 明天 明天你不走对不对 让我去找殿下 让他来想办法 好不好 这事 他能有什么办法 他 能有什么办法 大概怎么办才好 太子妃殿下 这是 殿下鱼体不适 你快扶他起来 天下 殿下 这可如何是好啊 万一马上就准备好了 贵妃她们还等着殿下入席呢 你是奉殿下 先过去吧 你 顾内人 你不去吗 你要干什么 殿下 那我也不想去了 我想回家 殿下现在在哪里 出现曲 这就不代表 殿下 陛下 陛下召见 臣 恭请陛下慎安 臣请问 圣公 太子为何行这么大礼 臣多日没有见陛下 觉得还是应当正实些 朕还以为 你又出了什么纰漏 才到这里来的 臣咨询过太医症 听说爹爹的预体 已经好些了 太子原来跟他问过此事 爹爹的身体 臣为人子 当然需要 现在不说这个 叫你来 有事认你 是 逃赵庸家的时候 是 臣想 既然战事失利 也有安平国的责任 就令户部 转到兵部 用以抚恤阵亡的 朕问的不是这个 还有 朕说话 也不要打断 是 朕听说你让陆英 上殿辨认军马时 王子他们一直在闹事 闹到想要到行宫去告你的欲状 是 有这么一回事 只是 赵庸的家产 像你讲的那样也不对 他们往常走得这么近 没有按通款取 私相授受 说出去谁相信 陛下圣明 所以抄赵庸家时 找没有找到什么蛛丝马迹 有的 有的 什么 一本记者所汇金额的策页 这东西为什么没有放进 最后的卷座 拿出来 陛下 东西 臣拿不出来了 拿不出来是什么意思 臣 已经烧掉了 烧掉了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开业 开业 做好了 爹老 好 齐王妃呢 走了 她这胆子也太大了 满溪都是她的长辈 何况殿下还在这里呢 娘娘 不要紧的 殿下固然宽宏大量 可是她这么做 我之前见过大嫂 她是有些不舒服 才先回去的吧 都不知道 是不是 殿下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娘娘恕罪 五太医叮嘱过 殿下现在严禁寒凉 是吗 那是我疏忽了 还是不要用得好 顾内人 殿下先吃药吧 是太子殿下叮嘱的 我不遏忍的 volunteers 可以 jeg 拿他操控臣下 还有这请罪书 你又想收买谁 保护谁 你以为刑部的首领和秦乃 是你的父亲 护兵部那些人 现在让你捏在手心里吗 臣绝不敢有此念 你请罪 陆英的事 咱就会睁之眼闭之眼 安下不查了吗 陈英的事 确实是臣的疏忽 臣不敢推诿 臣今天晚上来 就是想请陛下立三思 秉公彻查此案 山前击尽在心 你还想乔颜推诿在后吗 太子 你真的令朕 爹爹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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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连cho 参照 门 站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